桃園機場捷運16號發生系統異常斷電停駛 影響大約千名乘客 甚至有120名乘客摸黑走軌道疏散 市議會定期會上 多位市議員就要求陶傑公司徹底檢討 針對檢修以及調度定定SOP 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16號晚間大約9點左右 機場捷運因為系統異常出現斷電 造成A1至A7站所有列車暫停行駛 雖然在一小時後就恢復正常供電 但還是有約1000名的乘客受到影響 今日的市議會定期會是由陶傑公司進行工作報告 多位市議員相當關心當天為何會出現斷電的情形 那那個影響的旅客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那就叫一下我們的莊總陶傑是否有去調查出什麼原因了嗎 跟一座報告這個原因已經非常清楚 就是有兩列車同時在那個區段 兩個剛好在兩個用電高峰的位置 這個兩列車加起來電流已經超過一萬兩千安培 所以造成當時的跳電事件 陶傑公司說明是因為當時有兩班列車行駛 才會造成電力一場跳脫 對於這樣的說法市議員黃爾如認為陶傑在調度列車上出現了問題 他要求陶傑要徹底檢討相關的處理流程 是釋出突然 然後平常維修不夠 是不是 財源不夠 是不是 這個是因為前面有一班車延誤 然後剛好那個恰巧那個時間兩列車在同一個位置 這就是你們管理管控不當嗎 那一列車是有一些異常 所以做了一些調度 所以時間上在讓兩列車同時在那個時段 那我想這個是對於你們這個捷運陶傑 是一個歷史上的一刻 索性整起事件只是虛精一場 並沒有造成嚴重的災情 多位市議員也要求陶傑公司一定要做好檢修工作 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的情況